这里不是说话所在 你先到后园中 奉你停遍 等我 是要取妻为妻 这一切 都是亡隐精心部下的连环计 他想要通过这个计划 离见董卓和吕布 为杀掉董卓做准备 貂蝉在董卓和吕布 这两位大汉英雄之间游刃有余 他利用自己的美貌与智慧 不断给双方制造误会与矛盾 吕布与董卓健的关系日益紧张起来 他有时会向董卓说悄悄话 让他对吕布产生猜忌 有时也会贴在吕布身边 希望他能早日 将自己从董卓身边解救出来 终于在一次董卓醉酒归家后 貂蝉又上演了一出戏 他扮作柔弱的样子 跪下请求董卓放了自己 只要放过自己 他愿意做任何事 董卓觉得这是自己征服的貂蝉 便大笑起来 说自己根本不可能放手 吕布站在一旁非常气愤 他发誓自己一定要把貂蝉夺回来 终于在一次董卓上朝之际 吕布趁机与貂蝉撕会 却不料被突然返回的董卓撞见 一场激烈的冲突后 吕布侥幸逃脱了 可他心中杀掉董卓的想法 却越来越强烈了 在貂蝉的暗中推动下 吕布与董卓间的裂痕越来越大 后来吕布终于下定了决心 联合王云等人 一举铲除董卓这个祸国殃民的奸贼 董卓在那一刻才恍然大悟 吕布竟背叛了他 他愤怒之下破口大骂 但吕布并没有回应他